据报道 消息人士称 美国在宏多拉斯总统卡斯特罗表示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即开始对宏多拉斯进行外交施压 试图劝说红方收回决定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 任何主权国家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同别国的外交关系 其他国家无权干涉 汪文斌表示 世界上181个国家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交的事实充分证明 同中国建交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和时代进步潮流的正确选择 中方欢迎宏多拉斯政府关于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表态 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同宏多拉斯建立和发展双边关系 近年来 中国相继同巴拿马 萨尔瓦多 多米尼加 尼加拉瓜等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 双边务实合作积极推进 为有关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福祉 任何主权国家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同别国的外交关系 其他国家无权干涉 如果美国对宏多拉斯外交施压的报道属实 这恰恰说明美方有关各国基于主权自行决定外交政策的表态 纯属空话 美国自己四十多年前就在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交 有什么资格来剥夺 阻挠其他国家 同中国建交发展关系的权利呢 美国应当摒弃过时的门罗主义思维 切实尊重各国自主决定外交政策的权利 停止干涉有关国家主权事务